西游记中,人参果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水果,普通人只要闻一下这个果子,就能活360岁,如果吃一个果子,就能活47000年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参果和唐僧肉一样,已经有长生不老的功效了。 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。某一天来到万寿山武装观,然而镇元大仙外出未归。两个道童遵从师父嘱托,摘了两个人参果。招待唐僧,然而唐僧本性善良。看到此果酷似不满三岁的小孩,吓得不敢食用。这两个童子便将招待唐僧的两个人参果私自偷吃了。 在窗外偷听的猪八戒听到人参果。想到自己前世天鹏元帅也没吃过人参果。现在和人参果近在咫尺,他贪吃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于是迫不及待想品尝人参果。哪怕吃一口也心满意足了。猪八戒自知,一个人难以办成大事。他于是找大师兄孙悟空商量。孙悟空本体是一只猴子,喜爱吃各种果子。也对人参果来了兴趣。 孙悟空于是来到种植人参果的院子。给自己,猪八戒,沙僧三人各打了一个人参果。师兄弟三人分着吃了。许多读者看到此处,有一丝不解。孙悟空为何没有分给白龙马一个人参果呢?难道他忘了? 依据西游记中相关内容。分析如下,孙悟空并非忘了。你看看如来佛祖怎么说。唐僧西天取经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。 如来佛祖为了确保取经工程的顺利进行。他给了观音菩萨五件宝贝,分别是锦兰袈纱,九环西杖,金,锦,锦三个姑。 其中锦兰袈纱和九环西杖两件宝贝是给取经人的。而金,锦,锦三个姑是降服神通广大的妖魔,给取经人当徒弟。其中锦姑儿便待在了孙悟空的头上。 只要唐僧念锦姑咒,孙悟空便会眼仗头痛。脑门皆裂,对唐僧服服帖帖。如来佛祖给了观音菩萨金,锦,锦三个姑。 言外之意便是给了辅佐唐僧西天取经的三个名额。唐僧收了孙悟空,猪八戒,沙僧三个土地外,便在没收土地。 白龙马是因为吃了唐僧的凡马,才被观音菩萨擅自安排进取经团队的。因此,严格意义上来说,白龙马只是一个单纯的坐骑,并非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徒弟。 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师徒四人一路上,有说有笑,也从没把白龙马当成他们的一份子。白龙马也知道这一点,因此很少现身和妖怪搏斗厮杀。 只有在唐僧最危险的时候出了一次手。孙悟空在偷人参果的时候,计算了一下人数。猪八戒是提议者,自然不能少了猪八戒的。 而沙僧一路上抗行礼,辛苦了,自然也不能缺了他的。对于白龙马,孙悟空压根没想到,结与人参果是万寿山武装冠独有的一种水果。 三千年一开花,三千年一结果,再三千年才得数。短头一万年方得吃。更难得的是,一万年仅仅结三十个果子。数量太少了。 唐僧不敢食用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三人各吃了一个。 却没有分给白龙马吃,许多人感到非常奇怪。但是你只要通读西游记,便清楚原因了。难怪孙悟空没有把人参果分给白龙马吃。 他并非忘了,你只要看看如来佛祖说的话就知道了。如来佛祖给了观音菩萨金、锦、锦三个姑。 唐僧的徒弟最多只能有三个。因此白龙马便是超边的。 然而,由于孙悟空缺乏经验。第一个打下来的人参果掉在地上消失了。后来又打了三个。 人参果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三人各吃了一个。因此孙悟空一共打下来四个人参果。 两个道童在后院数来数去,缺了四个人参果。 误以为唐僧也吃了一个,闹出了乌龙。 关注我,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。